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这不险山不露水的架势更让我心中发雪 心说这顾大美女平日里看着温柔体贴又善解人意 没想到生气起来就是山雨欲来丰满楼啊 我还是顺着她点吧 未来的媳妇不能惹毛啊 现在男人已经不留心跪搓衣板了 现在都跪中板呢 为了我的后半生 我可得哄哄她呀 如今她和机器人四个都有要去救人的打算 我自然不可能置身失望 只能立刻表忠心说 我也不是说不救啊 刚才这提个意见 既然你们都已经做了决定 我当然也不能落后 大家共同进退一起救人 就算真出了什么事情 也算咱们英勇捐区了成本 顾文敏黑悠悠的眼睛不冷不热地看了我一 表情僵着 不过她功夫没训练到家 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被我抓住了 我松了口气 心道 这媳妇不是个爱记仇的 只不过哄一次就得拿命去拼 今后的日子恐怕就难过了呀 豆腐叫我立刻脚械投降 顿时变色 吓地声一说 嘿你个变态 平日一冷着个脸跟我欠你钱一样 怎么一遇到女人就能说回到的 到底是兄弟重要还是女人重要啊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既然兄弟比较重要 为什么吃泡面的时候 你总是抢我的赠品火腿肠啊 谁说兄弟重要啊 当然是女人重要啊 不是 难道手足比不上衣服吗 断了手足 照样可以上街 不穿衣服 你敢上街吗 豆腐顿时呛住 瞪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没打理她 对于这种连抢她火腿肠都要记仇的人 我已经不想跟她交流了 众人一致决定救人 便商议了一个进入食人藻内部的对策 由于食人藻过于密集 因此我们的木筏是不可能划过去的 但林教授不会是人老成精 先前我们几个争执之间 他已经想出一个主意了 我们的木筏一共三个 虽然面积大 但比较薄 并不沉重 我们可以采用搭桥的方式前进 习站在木筏上 将后面的木筏托放在前方 人在挪到前面的木板上面 如此交替而行 再加上水的福利相助 托动木筏并不困难 充气量比我们划船要慢一些 但速度上也不会耽搁太多 那个如同人在叫的奇怪声音 时而响起 时而止息 无不提醒着我们 那人还活着 之前我虽然有顾虑 不过既然决定救人 就得全力以赴我 多年的创业经验告诉我 做事三心二意 畏首畏尾的人 最终都会被淘汰 既然下了决心 就只能拿出舍命的觉悟走到底了 很快 我们的木筏在手工移动之下 已经进入石人藻中 回望身后 不远处就是蓝色的海洋 但是往前看 却是血红一片 众人竖着耳朵 聆听了声音的动静 那声音似乎是从西北方向传来的 在行进过程中 之前所有看到的金属块 很快就拉近距离了 林教授想知道 究竟是什么东西遇难 便稍作停顿 用挖蘑菇用的铁推子 将那东西给勾了过来 所谓的铁推子 是对付自来石一类的工具 主要针对一些 从地宫内部繁琐的机关 前面是一个截子型 勾东西特别顺手 很快 那玩意儿便被勾了过来 带凑近了一看 宠人大惊 这哪里是什么金属啊 分明是一个白森森的铜骨 这东西由于被石人凿阻挡 因此没有沉下去 上面一丁点血肉也无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反射着光芒 恰如某种金属块一般 一见着人骨 众人都紧张起来 看样子 这人是被石人藻给啃掉了的 他的身份会是什么呢 船员 游客 飞行员 这些我们不得而知 身处于这片吃人的植物之中 一切只能更加小心 就在众人心情沉重之时 我忽然发现 就在我们左手边 不远处的石人藻上方 还散漏着一些东西 仿佛红色血肉上的 一只苍蝇似的 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了 那似乎是漂浮着的衣服 又似乎是一个包裹 我对操纵木筏的 机器人四个就说 先去那个方向 那里似乎有什么东西 时间紧迫 他们虽然也不含糊 手下行动迅速 不多时 我们便移动到了 那东西的旁边了 却是一条裤子 泡在水中 覆盖在石人藻之上 那裤子里沉颠颠的 仿佛装着什么东西 顾文敏蹲下身 将裤子口拉开往里面看 轻压地说 是手机 紧接着 他将手机掏了出来 除了手机 还有一个小小电话本 现在的人大部分 都将电话号码 存在手机通讯录里面 但一些做生意的人 还是喜欢用电话本 因为手机通讯录不太安全 一旦手机丢失 里面的内容很可能会泄露 造成损失 难以估量 也可能会损失重要的 客户电话号码 我自己以前就用电话本的 还有些不太光彩的号码 我从来不往手机里面寄 都是写在 电话本里面的 那手机水淋淋的 按了一下 已经没有任何反应 顾文敏又将电话本上的水 抖了几下 就说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通讯录里查出 这次遇难的都是一些什么人 他边说边打开电话本 里面的纸已经泡烂了 翻动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 除了名字 更模模糊糊猜出来之外 电话号码都已经糊了 就在此时 顾大美女眉头忽然挑了一下 说 原来如此啊 似乎是有什么发现 紧接着 他将电话本递给林教授 指着其中一处就说 你看 以往这种事情 他一般都先和我说的 估计这会儿还在生我的气呢 豆腐很好奇 立刻凑了上去 只看了一眼 神色猛然就变了 嘴里撕的一下 抽了一口凉气 原来是这样啊 我有些纳闷了 不是 你们在说什么呢 林教授才将电话本 摊开给众人看 我只看一眼也愣住了 因为上面那模糊的字迹中 赫然有唐江泽的名字 后面还跟了一串 已经糊掉的电话号码 一切不言而喻了 当时唐江泽一姓人 被海盗截之上船之后 或许有那么一些人 因为没有什么用处 或者没有绑票的价值 因此被海盗扔下了船 当然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这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这些被扔下海的人 顺着海流四处漂泊 艰难求生 最终却遇到十人早 落得一个如此下场 豆腐说 看来那唐江泽妇女 会把我们往这边带 是想让我们救她的亲戚啊 我想起刚才那种 四人又四瘦的声音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被扔下海就那么几个人 即便都漂流到这里 也不可能喂饱 整片食人早啊 这些食人早 肯定是还吃了什么东西 如果还有生患者 那他为什么没有被吃掉呢 这些问题 我一时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众人只能暂且放下 继续朝原定方位而去了 随着距离拉近 那声音也是越来越清晰 只等到近处 我们便都察觉出 不对劲来了 之前又鱼隔得远 声音听起来模模糊糊 似是而非 向人又向兽 我们当时先入为主 认为是有人越难 但这会儿 离那声音很近了 那声调却依旧未变 显然不是人的声音 林教授竖着耳朵 仔细辨评 推侧说 绝对不是人 咱们之前搞错了 这声音好像是某种 鲸的叫声 我并没听过鲸的声音 但鲸据说很少出声 在许久之前 还有生物学家认为 鲸是一种哑巴动物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解剖 人们发现 鲸有声骨 其实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据说鲸的声音 不会特别大 但是能传播得很远 有点像是海豚的声音 林教授这么一说 我还真觉得 那声音有些像是海豚 但是和海豚尖锐的声音不同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声音 却是比较低沉的 虽然不大 但却很清晰地钻入耳中 我恍然大悟 难怪这些识人 遭一个个吃得发红啊 他们肯定是困住了 一条惊了 阿英打了个喊着 说 这太可怕了 鲸鱼说 我估计他们困住得不止一条 否则现在 我们也听不到声音了 我朝着远方眺望 尽头处 是人早抖动得比较厉害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 在挣扎着 而我们之前听到的声音 恰好就是从那里所发出来的 林教授说 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海洋不入动物 既然咱们遇到了 也不能见死不救 我看它应该是被困住了 咱们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对于林教授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一点也不意外 星这东西 是从恐龙时代就存在的生活 它们从陆地上进化而来 虽然生活在海洋里 却并不属于鱼类 近年来海洋环境破坏 再加上人类的捕杀 这种古老活化石的数量 已经达到一个 岌岌可危的地步了 以林教授的个性 绝对不会放任一条鲸鱼被困死 估计就算他自己死 他也不舍得让那条鲸 就这么被困死在 使人走里面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守扎 下集更精彩 这些东西 我确定吗 是